2019年曼谷最新、最具人氣的酒店 就是這間BTS胸節站旁邊 兼且有通道貼著的香港品牌酒店 經常說百貨賣百客 這間酒店一點也不便宜 據稱新開業後期滿, 滿滿滿的 而且人下之中很多都是香港人 究竟賣點是什麼?為何這麼吸引 康卡, 新加… 第二賣點就是這裡的裝修層次 夠英俊兼豪華 兼且私飲度甚高 若然明星名人住這裡就最棒了 兼且這裡還有一些秘道 好嗎?沒想到你進來或出去了 狗仔隊也不知道 這裡還有一個衣帽間 這間酒店總共有超過160間房間 分了大概11種房間總類 這間不是太大 但也有400多呎 價錢大概是萬一匹左右 因為新酒店的關係 所以床邊一定有USB的插頭 任你怎樣插相機的電話 一定沒問題 這座房剛才這個位置看出去 就無遮無擋 景都算開揚 還有最棒的就是這個洗澡缸 在這裡浸浴應該都不會有人看到你 其實這間酒店裡面有這麼多房間總類 都應該介紹多一兩間給大家看 但很可惜是敷了 是敷了 找多一間都沒有 真是可惜 而且據我了解 它有一個房間價值20萬匹 外面還有一個水力按摩缸 可以讓大家曬太陽 看月光 可惜又是敷了 真是可惜 萬谷大多數的酒店都有天海酒吧 這裡也不例外 不過這裡的天海酒吧分了兩部分 一部分在外面有景體 這一部分沒有景體 但有主題 主題就是懷舊 你看,周遭都是這些黑膠碟 這些黑膠碟不是只有擺字 真的有碟在裡面 還有一種古舊的味道 人客們來這裡 除了可以喝威士忌酒 還可以拿碟來布萊廳 甚至乎如果家裡有漂亮的合作 拿來布萊廳也還可以 這件事真的值得賺 在泰國真的不是很多地方 有這麼多黑膠碟 這裡的增長量有七千 可以說是亞洲之冠 與此同時還有這件事 這件事相對於部分90後 00後可能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這件事在英文叫做Cassette 中文叫做Cassic帶 以前還沒有這個… 對,現在正在用網上聽歌 以前有這個Cassette Cassette之前是黑膠碟 然後還有這些Cassette帶 放在電腦上用來玩 那時經常覺得很麻煩 因為有機會吃帶 這些真是歷史珍藏 在香港應該也不太容易找得到 在這裡就有不少這些Cassette帶 可以讓你看 高級音響,很貴 剛才裡面有一種情懷 外出又是另一種情懷 除了有黑膠碟外 還有美景給你看 而且晚上七點打電腦 還有DJ打碟 於是三兩自己晚上在這裡 喝東西、聊聊天 聽歌絕對是享受 提醒大家 這些這麼高級 放在高級的地方 背心、短褲、拖鞋 麻煩你不要來 有少許Dress Coat 不一定要穿老西 但起碼是莊重的,對嗎 酒店七樓部分 既是Reception 也是吃早餐的地方 這裡早上吃早餐 下午喝下午茶 值得提醒 這裡的下午茶 跟一般酒店的都很不一樣 可以說是另一賣點 法國大師帶給你的法式甜品 老實說一句 你來吃午夜茶 你的目的為了甚麼 為了拍照押Like 還是為了要客氣 如果真的為了拍照押Like 這裡就不適合你 現在叫做拍戲 所以看到所有東西都放在這裡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真正在這裡吃 是逐度逐度上 讓你慢慢吃 吃完一度又一度 就不是整個秋天放在這裡 讓你拍照押Like 如果整個秋天很大陣容 這裡就不適合你 但想著慢慢聊聊天 慢慢吃 一度吃完又一度 這樣這裡就OK 價錢方面 大概900多匹左右 面前看到的 就是一位的份量 因為是以法式的成份 法式的泡製方法 所以部分是較為甜了一點 但如果喜歡吃甜的 那就沒問題了 很漂亮 可能是因為香港品牌的酒店 所以在這個酒店上 竟然是有一間中菜廳 通常五星酒店之中 就較為小鐘菜廳 這間也可以說是挺例外 而這裡引以為榮 就是他們有個爐 做北京田鴨 這裡的北京田鴨 可以說整個泰國最正宗最美 加上師傅都是來自北京的 那些鴨是否來自北京 這個不重要